好喔 來喔 我們大家就來看看喔 小湯園是怎麼過耶誕節的 有沒有看到 噹噹 就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家現在是整個重新的大整修 就是包括把一些可能防水啊 或是什麼就是加強啊 然後隔間有重新的弄一弄 就是整個大裝潢 所以我們家現在所有的耶誕節的飾品啊 通通都在倉儲裡面 因為搬不過去租屋處嘛 那其實有沒有看到 我們家現在真的是什麼都沒有喔 木工還在做 然後呢 剛剛有沒有看到那張很可愛的照片 圖片有沒有看到這個畫 這個畫呢 其實就是小湯園的媽媽畫的喔 是不是很厲害呢 那其實喔 小湯園的媽媽呢 其實每年都會畫這種耶誕節氣氛的這種畫 然後呢 就會在上面寫什麼 Merry Christmas啊 或是Seasons Greetings啊 或是就說耶誕節快樂 然後呢 就會當作賀卡嘛 就是拍下來之後會傳給一些親朋好友 但是喔 有沒有看到一個小鈴鐺 剛剛這是我家裡現在唯一有點耶誕氣息的飾品喔 因為其他東西現在都被關起來 那包括呢 其實我們家有一個很大的Santa Claus喔 有一個很大的耶誕老人 多大呢 大家一定不會知道 它是有150公分這麼大喔 所以呢 大概是到我的這邊左右 欸 我好像偷偷曝露我的身高了 好 那這個Santa Claus呢 因為它會抓著一個繩子嘛 就像是大家都知道 Santa Claus就是從煙囪嘛 會進去你的家 然後放禮物給小朋友啊 所以呢 它其實就是有一條繩子 然後這樣往上爬的感覺喔 所以就好像呢 欸 它的往上爬要爬進去你家喔 通常的時候 我們都會把它掛在這個樓梯的這邊 然後就會看起來好像 欸 我們的Santa Claus要往上爬喔 但是很可惜的是喔 今年所有東西都被關起來了 所以我們也沒有辦法 好好的來慶祝耶誕節 那再加上呢 有人就會問我說 欸 那有沒有去吃什麼 耶誕大餐啊 有沒有去跟朋友玩什麼交換禮物啊 很可惜 通通都沒有 因為小湯圓為了要跟大家 在今天7點 欸 其實剛剛6點15分的時候 我就有去播氣象了嘛 那小湯圓為了要跟大家 準時要一大早見面 其實也是很早就睡覺了 大家一定不敢相信我幾點就睡了 我告訴你 我晚上8點就躺平開始睡了 不然呢 我今天是絕對起不來的 好 所以這就是小湯圓 昨天度過的耶誕節 是相當的平淡無奇的 那希望大家的耶誕節 比小湯圓還要精彩好幾倍 好不好 那以上呢 就是我的分享囉